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单元是海龙公式 我是吴听玲老师 海龙公式是专门用来解决面积大小的问题 那它只能用在一个状况 就是知道三角形的三个边床 要来求面积大小 那其实它不一定要用到海龙公式 你想想看 我今天有三个边 所以其实我可以利用这三个边 常常求出任何一个角的cos 假定是cosA 那我有了cosA之后 其实我就可以求出sinA 因为这个角A一定是180度以内的角 所以它的sin值一定是正的 你一定可以确定sin值的大小 那这样之后 有了两边加一个角的sin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三角形的面积 那第二个方法是 如果我把这个二分之一BCsinA里面的sinA换成cosA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预线定理了 那这个就是海龙公式 这个海龙先生他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想的哦 他首先呢 把这个三角形面积公式里面的sinA换成cosA 不是只有直接换掉了 同学是要用到平方关系 1-cosA的平开根号 接着呢 我把cosA换成预线定理 那他就变成2BC分支B平方加C平方减A平方 同学原本的平方还在哦 好 这四字看起来有点可怕 没关系有点耐心 老师会陪你的 好 接着我把外面的BC放到根号里 那每一项都乘上B平跟C平 接着呢 我把后面这一串 因为它是夸号一起的平方 所以我上下分子分母都平方 所以下面变成4B平C平 上面呢 是B平加C平减A平的平方 好 这是海龙先生 好 接着呢 好 这个式子呢 我们再把B平跟C平乘进去 变成两项 所以第一项是B平减C平 那后面这一项的分母 是不是B平跟C平就约掉了 所以剩下四分之 B平加C平减A平的平方 其实呢 第二串是不是变成这样子的平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的式子已经是平方减平方咯 这个时候呢 根号里是BC的平方 减去后面这一整串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用平方X的公式 好 变成前面加后面 乘上前面减后面 对吧 所以同学 我们就会得到这么复杂的式子 BC加上二分之 B平加C平减A平 还有BC减二分之 B平加C平减A平 好 接着我们来把它通分一下 如果分母是二的话 那我的BC就变2BC 老师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后面这一串呢 就二BC减B平减C平再加A平咯 这里还能不能再化减啊 对 同学有没有发现就是和平方的公式 所以第一串我们可以变成B加C的平方减A平方 后面这一串呢是A平方减B减C的平方 因为你看B平C平是负的 A2BC是正的 所以它其实是被减的 那有了这一串之后呢 是不是再用一次平方差的公式 所以呢 我们再化减B加C的平减A的平就会变成一加一减 B加C加A乘上B加C减A 还有后面呢 A加B减C跟A减B加C 那我们再把前面的二分之一乘进来变四分之一 好 所以呢来平均分配 所以我的分母就有四个二 那分子呢分别是四个夸号 最后呢海龙先生呢 他就想说 如果我把二分之B加C加A就是写成S 他就是二分之A加B加C 那我的B加C减A是谁呢 它就是B加C A加B加C减2A 哦 那它就是S减A啦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减B的就是S减B 减C的就是S减C 所以化成这么可爱的一个式子 就是S乘上S减A乘S减B乘S减C 在最后开根号就是我的面积了 那这个海龙公司很特别 因为它前面没有二分之一 在我们高中其他的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都会有个二分之一倍 二分之一底层高 二分之一两边加一个角的Sign 那但是呢这里呢海龙公式就没有二分之一了 同学也可以提醒自己 因为呢你这个S已经二分之了 每一项都是二分之了 所以呢它的二分之已经都用光光了 这是它公式的特别之处 好 我们来试个题目试试看 三角形ABC的三边长是3跟5跟7 我们来求一下它的面积 好 根据刚才的公式 我们是不是要先算周长的一半 把三边加起来除以2 然后呢再求出S-A S-B跟S-C 最后把这四个相乘再开根号 好 来 那S呢是3加5加7除以2 所以是二分之十五 S-A就是二分之十五减三 就是二分之九 S-B是二分之十五减五 所以是二分之五 S-C是二分之十五减七 所以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把四个乘起来开根号 好 同学会发现分母是4 那上面呢 9跟5可以把9拆成3乘5 所以我们是15 里面还剩下3 因此我的面积就是四分之十五 根号3 是不是很简洁明快 好 但是呢 老师要提醒你 如果今天边长长得比较丑 好 你看 比如说是2 根号3和根号2 如果我们要利用海龙公式的话呢 光是这个S就很丑了 没有办法化解 S-A呢 也还是一堆根号 那如果要带这个海龙公式 会变成这么一串可怕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边长不是有理数或整数的话 你使用海龙公式 其实是比较费力的哦 那怎么办呢 哎 没关系啊 我们刚才有说啦 我们第一个思路 我就不需要利用海龙公式 我只要把cos算出来 再换成sin 是不是也可以呢 好 老师示范一下 好 今天呢 我假定这个A是2 好 用这个边来算 那我的cosA就会是两个零边 是根号3跟根号2 所以cosA就是两倍的根号3乘根号2 那上面是根号3的平方 加根号2的平方 减对边2的平方 那这时候算出来 cosA是2根号6分之1 那sin呢 我们的斜边是一样 2根号6啊 那上面呢 我就用斜边减去刚才零边的平方 所以2根号6的平方减1 那2根号6的平方是24 所以上面得到根号23 好 同学 这是计算的过程 所以你也不要有理化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灭迹公式 2分之1的两边 A的两边是根号3与根号2 然后再把sinA刚才这一串放进去 其实你会发现 根号6和根号3乘根号2会约掉 所以它就是4分之根号23 这样子其实反而比较简单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啊 同学两个方法 我希望你都要学会 如果边长是简单的 我们就用海龙公式 如果边长是复杂的 我们就还是用余线定理 配合面积公式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海龙公式就是三个边长 请你先求出边长的一半 然后呢 再求出S-A S-B S-C 把这四个数呢 乘起来之后开根号 那它适用于边长是整数 或者有理数的时候 这个是 我来说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来说 我来说 有点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